如果坑上有台阶什么的 他就当时给你提示 猪毛毛可以很好地帮助忙人获取YG信息 图片中展示了一个手机屏幕 我现在是在2024中国国际复制广览会的现场 复制广览会是面向残疾人等功能障碍人群 展示国内外辅助戏剧及康复 护理等专业设备的国际性讲会 在今天的讲会上有诸多黑科技产品亮相 一个导盲犬培养出来得需要两三年时间 电子导盲犬主要是用六族机器人来开发的 比如说有台阶有红绿灯各种环境 包括电梯上楼梯等等 机器人有好良好的稳定性 它有双目视觉和激光雷达 可以把环境测得比较准 第二个就是它语音交互的软件在里边 所以一个盲人可以不需要网络 直接可以通讯来通过耳机可以说话 第三个就是力觉 盲人如果感觉速度慢了可以加速 觉得快了可以拽它 慢下来 现在我们预计还是在10万左右人民币 大批量生产会使价格下来的 除了电子导盲犬 一款配备了传感器的导航帽 也可以帮助视障人士在外出时 看路导航识别物品 为视障人士的出行提供了诸多便利 我们戴着这个帽就是我们现在最新款的智能助盲帽 前面这个摄像头 它可以采集同样信息 文字信息 通过语音的方式告诉我们盲人朋友 超声音的探头 它可以探测前方的障碍物 需要乘坐公交车它就可以在家里边 体现规划好路线 通过步行导航的方式来实现 从它家里边步行到公交站台 我们这个珠毛帽是开机自动联网 里面内置了一张物联网卡 连行使用的话是可以超过6小时的 当前残障辅助器具 基础性功能的研发已经相对成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具备改善性功能的辅助器具 正在为残障人士的生活创造更多可能 残障人士呢 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呢 会有一些遇到的困难 比如说对方不懂手语 或者呢 手机的达字交流 都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效率 那我们这一款AI智能眼镜 它有很好的语音转写功能 可以将对方说的话 实时的转写成字幕 呈现在我们的眼镜上 这样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沟通效率 我们还支持像英语 法语和意大利语 等13个国家的语言的同传翻译和对话翻译 此外我们的AI智能眼镜呢 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听障人士 对于听的一个刚需 我们还升级了很多的一些功能 它支持不齐形导航和驾驶导航 我们还有一个完整的AI的对话能力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AI大模型来 获取知识信息 都是非常实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